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喜劇喔 我是雪倫 我是妍飛 Yeah 今天的來賓呢是 喜劇演員 曹小鷗 欸 雪倫妍飛好 嗨 喜劇演員好 曹小鷗 好可愛喔 喜劇演員 突然有點翻譯不標準 然後小鷗除了就是講單口喜劇之外 她也在上班不要看 啊 對 對不對 她是在那個頻道 有著非常耀眼 啊 耀眼 有嗎 你有耀眼的成績嗎 是愛眼 我是很愛眼 PTD酸民攻擊選項 對象首選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是蔡哥 我已經很多年前就退下來了 好 那我們要有一個掌聲歡迎你好不好 喔 好 你要暗音笑 我們暗音笑是不是 我以為你要自己拍 都可以啊 哪一個啊 我們歡迎 這哪是 我們是這個啊 Yeah 剛剛那是 你剛剛那是想要偷偷酸 你是酸民是不是 你跟他那個 沒有 你突然叫我Q 因為我們已經超級多集沒有Q音效了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個按鈕好不好 因為小鷗看起來很適合音效 他很綜藝 啊 小鷗小鷗你 語色 為什麼 聊不下去了 突然間就 才剛開始 等一下你不喜歡這個來賓是不是 那我們換一個 我們換一個 換一個 可以講名字嗎 我現在腦袋一直浮現出一個人 誰 剛剛才聊的 小鷗 小鷗你 你還記得 你當初是怎麼跟我們認識的嗎 當初是怎麼認識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卡詞嗎 因為我 我突然想起 我也忘記我是怎麼認識你的 蛤 呃 我認識 其實我好像是先看到薛仁欸 因為我最早是去那個 二三的open mic 那時候薛仁是主持人 嗯 然後顏飛是後來 在卡米蒂吧 蛤你在卡米蒂才知道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對你的印象就是 你就是 博恩的腦粉啊 對啊 你覺得超狂熱 上台open mic就講說 我愛博恩 博恩最帥 耶 我這樣子 有吧 有吧 那是我嗎 哇他就很喜歡博恩 但我忘記他有沒有一直 他在台下一直講 但他上台有沒有一直講 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後來在台上 是有一直講 只是他前期有沒有這樣子 我就不知道 有啦 還是我把你跟可可搞混 哈哈哈 我看看你比較像 長得你滿像的是不是 哈哈哈 魔祿跟可可 但是我對小鷗 哇 其實我跟小鷗好像 最近我們一起笑詢的時候 才 喔對 你下緣巡迴的時候 才比較熟 有點深聊 有點深聊 你跟學人熟嗎 是不是還好 還其實還好 嗯 小鷗的話 因為他之前很很 不常出現啊 欸真的嗎 對啊對啊對啊 因為之前小鷗 後來去上班不要看的時候 好像很少來 講單口戲劇吧 我沒有 幾乎沒有 對啊 我最早在comedy嘛 然後 去上班不要看之後 我回來再講的時候 我也很少去23 對 我那時候都是去 就是一直在comedy這邊混 而且我去comedy的時候 小鷗也很少 就是小鷗可能會出現 但他可能就是看 對對對 那個時候 對那時候後來他 好像決心要在上台的時候 就比較常 而且我 我記得我那時候 跟小鷗不是很熟 然後有一次呢 我跟小鷗一起報名了 大可愛的一個工作坊 鞋段子的工作坊 然後那時候大可愛就叫我們每一個人上去 然後下面的人 就是講你對他的第一印象 還有人設 然後我跟小鷗就不認熟 然後我上去之後 小鷗就說 嘟嘟逼人 他 嘟嘟逼人 強勢 強勢 看你不爽很久 他沒有搞什麼呢 好啦我沒有直講你吧 我講每一個人 但是那時候就在我先上去 終於找到機會了 對對對 那時候說 他看起來很peace 為什麼一直這樣攻擊我 沒有啊 我覺得很好啊 人設 在台上人設啊 那你私底下認識 我覺得我也是 標籤物 對啊 嘟嘟逼人 沒有有時候啦 偶爾啦偶爾 那你對學人的印象呢 就是學人很喜歡講動物 對 每個人對他好像就是 他的代表作 因為就是很少人講動物啊 我對你的印象最深的是 之前有一次跟顏飛聊天吧 他就聊到學人以前的故事 嗯 然後他就說學人以前都會 就是一個人去圖書館啊 拿書啊 那邊樹苗畫 你就可以帶一個下午 我知道 我跟小鷗說 學人會去動物園 然後一個人坐在那邊畫動物 我們已經交往了 交往了 然後畫到那個 就是閉緣這樣 然後那個小鷗就說 好可愛啊 什麼時候有小學嗎 我說沒有 現在是幾歲的時候 我真的就真的覺得 真的太好笑了 但我第一次看到小鷗 我應該是我第一次去卡米蒂 然後小鷗應該也是在後面 好像也沒有上台獎 哦 是哦 對對對 就看到後面有一群人 然後不知道這群人 到底是電源還是怎麼樣的 卡米蒂就是這樣子啊 對啊 你就發現永遠都是後面最大聲 對 然後站在後面全部都是演員 對 然後也沒有一個人想電源 所以我最後沒有付錢就走了 哈哈哈哈 所以那時候也是電源是不是 應該還是 所以大可 後來 Open My都會說 請大家一定要低銷 誒 不知道誒 那個時候好像是2018年 誒 2018年 你可能已經 我也不知道誒 因為我們是兩性的頻道 對你知道 因為韓倫娜在我心目中 就是那種很漂亮的女生 因為我跟她表演過 然後就看她那皮膚 然後她全身就這樣 閃閃發亮 在電視上出現的人 然後我後來知道 她跟你在一起 我 我過意不去 什麼過意不去 不會啦 因為人生命都是有一些污點 還有一些故事 什麼污點啊 什麼 為什麼 跟我們在一起 很久以前的事情 因為她在我心目中 是很崇高的啊 那你的話就是 因為我認識 我在一起的時候已經 等一下你在說什麼 我是我在 你在我心目中就是 在路上撞到 就也不會想要回頭 什麼 撞到誰啊 沒有不好意思 連不好意思都不說 你不會 你不要說他撞到 誒誰啊 然後回頭看 誒他怎麼跟韓倫娜在一起 所以你們是 多久以前在一起的 我們可能 已經差不多 八九年了 八九年前 八九年前 對 那那時候是剛來卡米蒂啊 那時候他就是 就是來卡米蒂上Social的課 他去上課 最早是 他有一個朋友 也是北一大 然後那時候在卡米蒂當店員 然後他那個店員朋友 就找他來看表演 因為他那時候 狀態很不好 可能剛失戀啊 然後 那個事業上 也不是很順利 就接系什麼 就在那個時期 來到卡米蒂 然後那時候我是店員 我就看到他 誒 怎麼有一個 這麼漂亮的女生 對對對 然後我就 會在他們那幾個 北一大朋友那邊 聚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偷偷站 坐在旁邊 然後去偷摸一下 對對對 經過後面之後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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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他的注意力 這什麼小學生 這麼煩 先裙子 拉一下馬尾 所以是你追他的 其實沒有追 就是有點像是 你不是說你主動靠近你 你這樣就是 主動靠近沒有串追啊 我就是一直在吸引他的注意力啊 然後就是在旁邊吹口琴 不不不不這樣子 好吵的感覺 哈哈哈哈 他沒有這樣講 然後你追 誒 誒我記得那時候 Comete有一把很破爛的吉他 就一直放在店裡面 然後我就 那時候他們在聊天 我就拿吉他在旁邊這樣彈 但我完全不會彈 我就只是假裝我會彈 有成功吸引注意力嗎 那感覺真的很吵 哈哈哈哈 我覺得 夜幕吉他不會彈 真的很吵 哈哈哈哈 一旦邊跳音 我印象最深刻是 一開始可能 還是干擾吧 但他有注意到我這個人 然後後來是 很難不注意到 然後就他來Recompete 第二次第三次 然後有一天晚上就剛好 那天晚上是 我有音樂表演 我跟一個老外 然後我吹苜琴他 那老外彈吉他 然後他就看表演 還要看表演 然後看一看就流淚了 天忒哭了 也哭了 你不是太難聽的 流淚 什麼泰難聽的 哈哈哈 太直白了吧 是感動 他後來有在ici 有在吧台 就跟我分享 我覺得那真的 就感動到他這樣子 會不會是因為他就剛好失戀啊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對對對 還是因為那時候老外走了 剛好沒有 只剩你一個短短 像說老外感覺可以跟老外聊個天 他真的走過去跟你說 他被你 沒有沒有 因為我就是霸台啊 我就是電源啊 我就是結束著我要上台弄一弄 然後我在說你覺得怎麼樣 你怎麼哭啦 什麼什麼的 所以是你以前問他怎麼哭了 嗯 然後他就說要被你的音樂感動 對對對 然後後面就 後面就在一起了 因為我可能算是 我算是他 我那時候造型有點算 就算是他菜啦 你的造型那時候是什麼 就是流長髮啊 多長到哪裡 肩膀 肩膀 然後大概比現在瘦個 10公斤吧 大概比現在瘦10公斤 我有看過他之前的照片 好像很飄撇 有點像黃毅達對不對 對對對 那你之前講話是怎麼樣 假如說用你10年前的樣子 跟我們講話 我說欸 害小鷗 喔 欸 學人 沒有沒有 不會這樣 你應該自然一點嗎 那你現在感覺壞掉 感覺你以前比較好 你還記得嗎 10年前的你是怎麼樣 其實應該也是跟現在差不多啦 只是我太 就是會比較就是 裝酷裝酷那種感覺 可是你真的是酷的人嗎 還是 我覺得不是 我自己覺得完全 我完全哭不起了 可是那時候他就中了 他喜歡菜字的感覺 對對對 他一直喜歡長頭髮的 喜歡長頭髮 後來剪頭髮你是誰啊 就不喜歡 所以他是被你的才華吸引啦 你們在一起很久嗎 其實前前後後應該兩年啦 對對對 那就跟我們現在差不多欸 對啊 但中間有分手過一次 然後後來又 就是差不多要膩了嗎 因為兩年就是 對嗎 學人 有嗎 還好吧 還好吧 兩個月就差不多 哈哈哈哈 哪需要兩年 哪個兩年 趕太久了吧 哈哈 那我覺得是他那時候就剛好是 在他那個最低潮的時候 然後遇到你 像是卡到陰那樣子 卡到陰 那你那時候是高潮嗎 還是 那是你人生的高潮吧 我就一直在那個低潮 我就一直在低潮這邊 你生的高潮感覺好一點好笑 你的女朋友都這麼漂亮嗎 你從以前到現在的女朋友 呃 我只交過三任女朋友 你幾歲啊 30 38 38 那也不算多啊 不算多 但都算是 就是 講出來 大家會說 欸 你們在一起過 怎麼可能 就是這樣子 蛤 為什麼 因為都很漂亮嗎 還是 對 就是感覺就是 就是很難 就是很難追的對象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莫名其妙 你們竟然會在一起 嗯 所以你都拔到一些女神這樣子 但也不是拔 因為 38歲 然後再拔三任 其實這個機率 這個比例超低的 超低 就感覺就是 你就是到順其自然 對對對對 那他們都喜歡你的什麼啊 小鷹 你覺得你最有特色的特質是什麼 你幽默感 等一下 你沒有看手機 不然你還要講什麼 因為我看不出來 他如果講音樂才華 你就可以接受 音樂有啦 對啦 因為他會吹口琴啦 男生會音樂好像確實還 可是口琴真的是 女生會對 因為女生一般比較會對 比如說 鋼琴 對 然後吉他 因為可以自彈自唱 其實口琴還滿帥的啊 口琴這樣吹起來 其實 他那個聲音也滿好聽的 也算是OK的 所以口琴是女生的菜嗎 我怎麼覺得你們好像一直試圖扁滴口琴這個 沒有啊 他在扁滴 他在扁滴 我沒有扁滴 我只是說我自己身邊 很少男生會吹口琴 我們被口琴 吹口琴的人演上你知道嗎 也沒幾格的啊 應該是說 他們那時候來卡米滴 就是會看到 很特別的樂器啊 而且 其實外面本來就很少看到 但卡米滴又滿特別的 口琴這個有一點少欸 就是也沒有那麼多人練 但他也沒有說到 都不知道口琴是什麼 但是說要找一個會吹口琴的人 又不是很容易找到 你是怎麼樣接觸這個樂器啊 我是就是 以前是玩樂團 我以前大概 我喜歡舔東西 對對對 我高中的時候就是舔東西 什麼東西 其他不能舔的 滑旋 鋼琴也不能舔 鼓也不行 鋼琴的手我一直碰了 會很容易確診 只能夠舔口琴 所以你真的是以舔為前提 不是啊 所以你是意思什麼 前提 沒有我那時候想當主唱 想當主唱 但我完全不會樂器 然後我唱的也還好 所以我就想說要至少要 你怎麼能這樣說 我可是跟你也唱過KTV 喔 你的那個招牌歌叫什麼 不死之謎 各位觀眾一定要聽聽看 不死之謎 小歐超會唱 是費倫海的歌對不對 對對對 你要不要現在清唱一段 副歌 你不是有想當主唱的夢嗎 快點來 給你一個夢 放開放開 我沒有想過是在 八格子上唱這首歌 我們大概有四百個觀眾 同時在看你 這不死之謎 歡迎大家點播 所以你那個時候就是 想要當主唱 然後不會樂器 對對對 然後後來 我想說就是一定要學一樣樂器嘛 然後就想說 可是學吉他很難 就吉他跟鋼琴什麼都需要時間練 然後我就很懶 我就學一樣 覺得最簡單的就是 你自己才看不起口齒啊 我可是手機 你最看不起啊 口齒這東西應該很好練 好不用用手指頭 用舔就好 好簡單喔 你是去民謠吉他社還是熱音樂 不是我自己學 就是我就拿 就是聽CD 一般的樂團 對對對 然後就是口琴 你就自學 我就對著那個音 然後就試著去吹出那個音 很猛欸 很猛欸 你是有買那種什麼樂譜 那種教學書嗎 我完全不會看譜 你就買了一個口琴 然後自己練 對啊 你就自己抓那個音 對對對 靠那真的很猛欸 那也是音樂才子欸 對啊是吧 韓人啊 就是這樣子愛上我啦 那這樣真的很屌啊 就是無視自通型的 就是音感還不錯啦 那你這樣摸了幾年 十年 十年太久了 十年還算是才子嗎 十年 沒有 總共差不多三四年 然後我後來就進 三四年大概 我二十歲前吧 稍微碰了一下 然後就去卡米蒂嘛 然後在卡米蒂就是 就是Social那時候很缺節目 2007年卡米蒂剛開始的時候 很缺節目 然後有時候就是 沒有人講笑話 或沒有表演的時候 叫我去吹口琴 對對對 然後就開始 就上台就開始表演 對對對 然後那邊又 又找到人了 朋友一起組樂團什麼 就很多時候 就是開始玩樂團 反而是在進卡米蒂之後 懂 因為我為了就是 小歐來當我們的來賓 然後我有去聽小歐 你去別的Podcast的集數 嗯 然後你好像就常常會講到說 你所有的技能都是在卡米蒂學的 對啊 你是 因為我有去維基找你 然後找不到 Wikipedia 有吧 搜尋個中校動路走久 有照片 有照片 但是沒有你的學經歷啦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現場問你 你的 怎麼樣接到卡米蒂這塊 你是 我沒有 學經歷 其實就是高中沒有畢業 我高中我念完 我念了三年 但我那時候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為什麼 就拿結業證書 因為不想念啦 就是在 你學分沒修滿 學沒修滿 然後我也不想回去修 那 那你是大級 欸高級的時候放棄的 高二吧 高二 那時候很無聊 那時候就是 對 就前面前面一年 就覺得學了很痛苦 然後那時候 我又很迷那個 就是看電影啊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我想當演員 我想要去考北一大什麼 然後就跟我媽 就阿Q 就跟我媽大吵架 因為她就說 你不給你去考 然後我就跟她冷戰 就真正冷戰了兩三年 一直到我退伍之後 就幾乎都沒有跟她什麼 冷戰的程度是 那你住家裡 我住家裡啊 那你很不孝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就是一個 就是很叛逆 但又沒有謀生能力的 高中男生 在那邊吃飯吃一吃 我吃飽了 哈哈哈哈 我是不會洗碗的 然後回房間 打死你 回房間 我覺得那種超難搞的小孩 對啊 氣都氣死了 對啊 所以你真的兩三年 也沒有跟你媽講話 對 對對對 就除非是必要的時候 就是 怎麼樣 我沒有錢了 對 我利用錢 然後你媽也給你 對啊 哈哈哈 阿姨辛苦了 這個冷戰超費 哈哈哈 然後你就這樣子 到高二 就不去學校念書 沒有 我還是會去學校 但我去學校 基本上都沒有在幹嘛 然後就是會 就是整天上課睡覺 然後平常 然後那時候想去打工 就去外面打工 這樣 然後打工 就是去那種餐廳 然後工作到很晚 然後回家 半夜也都不睡覺 在那邊 東東西弄 然後白天在學校 就是直接在 趴在課堂上睡一整天 東東西弄 幹嘛就上網 看那一篇那種 對 對 那時候年輕 年輕很好 做體力活的工作 回家繼續 哈哈哈 繼續 然後你等於高三 拿到異業證書之後 你就沒有往上念 我就想說直接去當兵啊 就當兵 就去當兵 你那時候要當兵 要當一年 一年半 你當這麼久 其實是一年八個月 但我到 當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說一年半 他就 就改 可以喔 可以直接改 就剛好兵次改 我當一年 他是替代儀 對 然後你當兵 一年半出來之後 嗯 然後就找工作 那時候就到處找 真的找工作都不順利 找什麼都找不到 因為 因為你很莫名奇妙 對啊 很像高中認真念書的時候 哈哈 然後我又不想回去學校 我覺得回去學校 好蠢 好像在否定我前面的 我前面那幾年到底在幹什麼 對 就是不想回學校 假如去外面找工作 然後就是也 就做一些雜七雜八的啊 打工啊 去餐廳啊 去什麼 我還應徵過那個清潔工 嗯 然後也 然後後來想一想 我不要去上班好了 覺得 去了就好像就 又那個 就更低 更慘 你說你面是上了 然後你又沒去 對對對 我是 你有稍微檢討過自己嗎 而且我是面試上 然後我是第二天六點要上班 然後我就 四點就爬起來了 然後我一直想說 我到底要去嘛 然後五點就打電話給那主管說 不好意思我進來不過去 然後主管聽起來就剛睡醒 被我吵醒 很不爽的那樣的聲音 對啊 超北藍的啊 超北藍 你到早打完 然後說不去上班 超級靠北 你真的很討人厭 雖然老闆現在還在不爽 我還一直說我喜歡吵小 然後我今天聽完真的哭 是不是 欸 我那時候才二十歲 我那時候很年輕啦 很年輕啦 還在 還在尋找方向啊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那個 那個 那時候就想要專心玩樂團 然後玩樂團也不順利 到處面試 就是都沒有上 然後就看到 卡米蒂在爭人 欸這好像很有趣 在講每次 他是標榜 在講脫口秀嘛 台灣第一家喜劇俱樂部 然後想說 欸好像以前看那個 好萊塢電影 都會有人在台上講笑話 覺得很酷 就很酷 就去面試 然後就投履歷過去 就馬上就上了 馬上就上了 然後店長就 然後店長好像很喜歡我 就找我去聊一聊 就喔那你就來上班吧 就這樣子 喔 可是你不是那時候說 你想要當演員嗎 那後來怎麼是 變樂團 喔我還 我有去那個 audition過 那個學生製片 那也都沒上 哇很難欸 因為我覺得演員 好像真的很難欸 現在想一想 對 然後我自己條件 也沒有很好嘛 對啊 所以 我不好意思說 怎麼不好意思說 你就說 沒有 你就說 不會啦 說 不想說謊勒 哈哈 想不到 想不到 好直白喔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你演員或樂團都可以 的這樣的想法嗎 就是都想做 但就是 想做表演 想做表演類 嗯 好像方向 蠻明確的 但就是 一直碰壁 然後就 那時候看到卡米蒂 就過去了 然後 去的時候 因為我都沒 平常沒事幹嘛 就可能一開始拍班 就可能禮拜 可能就一個禮拜 排我三天班 結果我變成說 每天都過去 就沒事就跑過去 坐在那邊看表演 然後就 然後最後就跟 裡面演員啊 員工都混熟這樣子 你們那個年代是怎麼看到真人的訊息 那時候沒有臉書吧 我那時候是看那個 那時候沒有 呱吉啊 那時候呱吉他叫南宮博士 他有個部落格 那時候大家都 看部落格 然後在部落格寫說 他跟幾個朋友一起在弄 一家卡米蒂喜劇俱樂部 那你跟呱吉真的很有緣 對對 我那時候超喜歡看他的 就是看他那個 遊戲鋪 遊戲鋪吧 那時候部落格叫遊戲鋪 都講一些什麼漫畫啊 什麼電影啊 然後就常看 好有趣 現在變藝人 現在變藝人 完全沒想到 對 完全沒想到 然後你這樣就進去 那你覺得你在裡面 學到什麼技能 你從 服務生開始當 對對對 店員 對 店員 然後後來 上去表演 上去表演嘛 玩樂團嘛 然後登音控 然後後來變成 有一段時間變成劇團製作 你劇團製作要做什麼 沒有 就是 就是 其實就是像玉姐 什麼內業工作一樣 就是幫大家安排 行政啊 行政啊 對對對 那就是雜雞雜八的 這樣做下來 我們之前 你知道市政府的店 之前在這邊嗎 我知道 對對對 超近的 馬克吐斯上次來的時候 特別帶我們去看 他說來 我帶你們走過去看 就是這個地方 現在是廢墟 對對對 現在是廢墟 我覺得這一塊是超熟的 以前常常在這邊走來走去 很喜歡 然後 其實我覺得學到最多的 很難講欸 因為就像 因為我沒念過大學嘛 我覺得Comedy就像是我大學 那你真的要講說你在大學 學到什麼 那就是什麼都沒學到 你拐個彎在罵他你的眼 那你是怎麼後來又 決定你要講那個戲劇 你一開始就是玩音樂啊 那為什麼要講 我有上台過 我一開始有上台過 你說你上去講過段子喔 對對對 我最早 我最第一次上台是跟壯壯同台 壯壯還有 我不知道大家還是不知道 大錢小錢 陽明三天線 應該不知道 大概好像就是 之前他們去演那個 什麼 當兵的那個 弟弟 弟弟演那個什麼 新兵日記 新兵日記 他們早期做Bebass 哦 新劇表演 我第一檔是跟他們 那你還記得你的第一個段子嗎 第一個段子喔 哇靠 超久 我記得那時候我很常 那第一檔 有講到一個是什麼 陳姓瑜吧 哦 那個是陳姓瑜的年代 那真的有年代 陳姓瑜 對對對 就陳姓瑜那時候被訪問啊 然後 拍很近的那個嘛 對對對 然後轉台轉台 每一台都是陳姓瑜 就只是不同角度這樣子 然後 第一個段子講那個 哦 然後那時候 一個禮拜要演個 七場嘛 我記得 噢靠 覺得他真的很扯 一開始卡米蒂 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 只有 忘記是只有禮拜幾休息 嗯 然後一還是二休息 然後每一天 其他每一天都有場 很多人來看嗎 沒有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拍 他就是要一直辦 但觀眾都落在幾個人啊 你還有印象嗎 有 很好啊 印象 早期比較多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就有紅利嘛 大家覺得 這間店好特別 來看一看 對啊 因為台灣就沒有 對對對 後來就大概 沒有回頭客嗎 有 有 但很少 非常少 我最少一個都有 就是一個 一個觀眾 一個觀眾 然後到滿場的 可能 他最滿 最滿 我記得有塞到90人 就是後面全部站著的 很多人耶 對對對 有座位是大概六 就跟現在卡米蒂差不多 六七十 那你開始表演喜劇這樣子 你是又怎麼樣 加入上半表看的 加入上半表看就很後面了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我表演喜劇時間很短 在卡米蒂的時候 大概就演過兩檔 然後覺得 哇在台上好慘喔 就是得不到什麼 就專心當電源 就專心當電源 喔真的假的 不想去丟臉 對啊 那時候心態是這樣子 就覺得在台上 哇 大家都不笑 好慘 然後就看扁 反正你有在這個場地 有這個氛圍就可以這樣 就默默守護大家這樣 因為你在台下看 然後 覺得不好笑 這台下真的可以罪別人啊 這就是最容易啊 最容易的事情 這樣好笑嗎 無聊 你在台上 呃呃呃呃 然後就覺得痛苦 那你這樣在台下當電源 嗯 當了很久 然後一邊去表演口琴這樣嗎 對對對對對 那時候主要是玩樂團 然後就這樣持續多久 大概十 十年 喔 很久 你說這樣子 十年喔 對對對 我有段時間是幾乎 就是同時尬三四個團 然後每個禮拜都有演出這樣子 喔那也很好啊 對對對 但後來就停掉 就是 那時候主要玩了幾個團 後來就是 相繼都停掉 然後有一段時間 我就是玩 都停掉之後 我突然間好像 欸沒有 沒有團可以玩了 我那時候有點沮喪 不知道要幹嘛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是 comedy也要收掉了 就是在這邊 那個鬆煙店也要收掉了 然後就搬到處找位置 找位置嘛 然後呱吉那時候要辦 上班表看 嗯 他那時候剛剛辭職 他 在上班的工作什麼 迪士尼吧 他就要不做了 他要創業 嗯 然後就開上班表看 然後就跟SOCO說 那我們來合作吧 我們就兩個 辦公室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認識了 他們裡面的人 嗯 就這樣子 然後就順勢的 從一開始就只是 可能坐很近 然後想要來幫忙演一下 什麼 打雜啊 或是跑龍套什麼 然後慢慢就 變得就是進去那邊 哦 嗯 哇 那可是 那時候不是有很多人嗎 怎麼會 對啊 他們後來發現說 就comedy演員 大部分都普遍難搞 普遍難搞 所以你是好配合 我是最好 我是最好配合 因為那時候早期 上面表看都是comedy演員啊 大雕啊 阿德啊 有 有 馬克啊 超久以前的影片有他們 對對對 然後發現 然後六塊錢也有 結果後來發現說 我好像是裡面 最好配合的那一個 最好用 也不會argue什麼 就是要做什麼都可以 啊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反正年紀也到了 三十幾歲 然後好像也不能一直 當店員當下去 覺得當店員好像不知道幹嘛了 那時候就想說 剛好 以前想當表演嘛 當表演者嘛 就順勢就是 反正有機會就試試看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就這樣一試到現在 那十年你都養得活自己哦 嘿嘿 沒有 因為感覺做表演 其實要投資 沒有 我必要說 必要說前幾年 還是要靠家裡 我還是住家裡 那你有冷戰嗎 還是說媽啊 沒有 我前幾年 但我自己過得很省 我那時候就真的過得超級省 那我想聽你跟你媽媽 是怎麼樣結束冷戰的 沒有 就當完 就當兵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 他那肯親 然後帶家人來 我就誒 媽媽 你說你個裝沒事嗎 沒有 那時候當兵就覺得 你媽現在還是看不起你吧 就很寂寞嘛 就覺得我在當兵 我一個人跑到這個臭男生的地方 你去哪裡當兵 桌陰 高雄 然後那時候我 肯親第一週 就是我媽帶 我媽是高雄人 帶她高雄所有家人來看我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好感動 有說有笑 直接融化 把兵都破掉了 直接就這樣美 好沒故事喔 還以為是有一天回去 然後你媽在看你 然後說沒關係 兒子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 就是 這麼沒事就結束了 沒有沒有 但她真的有 她最近就常常會釋出這個善意嘛 因為我很少跟我媽講說 我現在在講脫口秀 所以但我發現她會默默關注我 像我之前上完表演看 她就會去按讚什麼的 你就把你關起來 關注 默默關注 把她們鎖起來 然後不要再出去丟人現隱 就是每天去到媽家 媽門怎麼反鎖了 沒事了沒事了 因為我幫你關注了 你說 可是我們好奇 你說你現在十年的時候 就是有玩三個樂團 然後每次都去表演 那時候是 都去哪裡表演啊 到時候 那時候其實很多地方也演 像 Live House 然後那時候很多那種 河岸流演那種 什麼的 那是一個 然後很多這種小舞台 戶外的舞台 就是有人辦活動 商演嗎 商演 對對對 那時候很多那種 但現在好像越來越少 或者是 他們都不會去找樂團 他們都找那種 就是可能是 我也說不出來什麼 就是比較便宜的 對對對 以前有一段時間很多 就是很常會在路邊 然後就有被人在那邊唱歌 對對對 以前有這樣子的時間 現在好像很少 有些活動會有啦 是不是因為配置太高 現在好像都是自彈自唱在路邊 對對對 街頭藝人比較多 我覺得錢啊 我覺得就是 比較便宜 嗯 那所以你後來就去 上班不要看 開始當youtuber 嗯 然後當了 又一陣子之後 對 你又回來講單口喜劇 對 沒錯 對 那你算是 少數 講單口喜劇 然後也當youtuber的人嗎 對不對 少數嗎 呃 算 因為其實講單口喜劇很多啦 應該說 你要把不紅的也算進去喔 對對 應該是說 當了youtuber之後 還想回來講 單口喜劇的人很少 應該 應該是這樣講 那你覺得這兩個最大的 差異在哪邊啊 差異在哪邊喔 其實蠻大的 因為你單口 最大就是現場觀眾啊 一定現場那個氣氛是 最不一樣的 因為當youtuber 你就只是對著鏡頭 然後講話嘛 然後有效果後製 就是用簡介的方式呈現 沒有那個即時的回饋 完全沒有 那現場喜劇就是 就是最直接的 嗯 然後我那時候當youtuber 當後面其實蠻倦怠的 就是我自己露營在自拍的 哈哈哈哈 其實感覺出來就是 有點 皮笑漏不笑的 嘿 就去哪邊就裝很嗨 欸我來這邊玩了 然後那時候就當的 也覺得有點 很累啦 很累 就覺得不知道 其實 真的要是要坐下去嘛 然後那時候突然想到說 欸好像可以回來講脫口秀 其實又有一個反轉 就想要轉回來 而且youtuber是不是很容易 被那個數字就是 哦對啊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影片上傳的超少 但是你傳上去 你就會在那邊看說 哎呦 今天幾個幾個 一定會看啊 那怎麼辦 那個心態要怎麼辦啊 我沒辦法啊 我就直接 就完全不傳了 就完全放棄 對啊 對啊 因為你一定 很像你的座布 蠻消極的嘛 很漂白啊 一定會 不管 怎麼樣都會看吧 對啊對啊 然後你會想說 欸我為什麼這次數字 減少了還是怎樣 是不是我沒有做什麼 而且那個時候 就是剛好我 要轉回來講單口說 那時候youtuber已經在 往下掉了 嗯 一直往下 前幾年可能還好 就是最紅利期的時候 就是上班表看 剛剛成立的時候 算是紅利期的尾段 後來就開始掉下來了 嗯 你這樣一路做表演 你都沒有想過要放棄哦 你說表演嗎 你說你一直樂團表演 然後你都沒想說 我要去做一份正常的工作 完全沒有 會有沮喪 會覺得說 啊這次好低潮哦 就是要不要表演呢 休息一下什麼 但我完全不會有說 我要轉行去做一個不同領域的工作 這個想法 完全沒想過 完全沒有 可能就是一閃而過 嗯 但不會把它當成是一個 一閃 哦好累哦 算了 剛剛發生什麼事了 哈哈 我剛剛是不是有點想放棄 哈哈哈哈 我剛剛是不是想要去Seven打工 哈哈哈哈 因為你身邊應該蠻多人成家立業了吧 我跟我童年幾乎全部 你都沒有 跟我高中同學全部都結婚了 對啊 你都沒有壓力 因為你也三十 老大不小了嘛 對對對 你都沒有壓力嗎 那我家人應該是已經放棄我的狀態 以前前幾年還會說什麼 你要不要找一份認真的工作啊 不要再去酒吧啊 他們認知就是我工作的地方是酒吧啊 哈哈 我也不想解釋啊 酒吧啊 我在酒吧打工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你們怎麼那麼挑釁啊 酒吧啊 酒吧啊 就是酒吧啊 然後我怎麼用 然後我就 但後來就放棄了 他還是覺得你在酒吧 現在 現在不會啦 因為我現在也沒有在酒吧 現在真的只會離開了 因為我很好奇的是 你自己沒有壓力 完全 我完全不會想這個 那你真的很厲害 啊 是嗎 哪方面 我們其實像 譬如說我已經要三十歲了 就是身邊的人 開始結婚 其實我已經算蠻酷 我就覺得誰管你 可是真的太多了 然後那時候 你會有一個社會壓力 就這樣溶造 你會覺得 欸 我都跟 做跟大家不一樣的事情 我真的OK嗎 我了解 可是你是完全 還好 我一直到我認識 我現在就認女朋友之前 我完全沒有想過 結婚這件事情 我甚至連 將來要不要結婚 就完全不會有這個念頭 你女朋友是比較小 然後她想結婚 因為她的家庭背景 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樣 她就是家庭健全啊 跟家人 然後相處很好 中小長大 對她說結婚 就是她的人生選項之一 那我是 完全沒有這個選項 那碰到了怎麼辦 就是大概我們 最大一次磨合 應該去年吧 還是 就是 真的很認真的在 講結婚這個問題 就是到底要不要結婚 那因為你們的這個狀態 跟我們是蠻像的 就是我們也是一個比較傳統 想要結婚 然後另外一個是 覺得 欸 人為什麼要結婚 那你們 你是不想結婚那個 我是覺得 對啊 啊 是喔 好像一般是男生比較想要結婚嗎 小鵝腳好奇怪 我只要公正 公正是唯一一個最需要的 公正以外 多餘的 不要那些 什麼多餘的身份在 小鵝的女朋友 請你再好好的想一想 我對結婚的程序不是很熟啊 你的男朋友感覺蠻笨的 完全沒想過 你應該回去把高中念完 高中 高中有教嗎 可能高三有教 高三 公民有教 公民有教 可能高三 回去看 回去看 所以他只要公正 他只要公正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我們也有討論過不要買房子 然後那時候討論很久 但後來結論就是 反正買不起 然後就想說 那就是 租房子也可以 那就是 可以往結婚這條路 走看看 對 可是那如果在一起很好 你剛剛說那麼欸 你講了一個很老派的詞 你說那麼我們何不試試看 那麼還好吧 那麼還好吧 對啊 那麼還好吧 那麼我們何不試試看 何不何不 這陳建平吧 陳建平講話 陳建平很喜歡用那個 陳建平講話超老派 我們有一次 我們去那個飯店 就是下旬的時候 然後要去check in 一百人不說check in 他說 我們等一下就那個吧 下套飯店 下套 大概是 國小國中會聽到 那個領隊會 會講的話 他家很老派 我們快到我們旅社了 要客棧下套 他講話著急 他可以用信用卡嗎 我有銀兩 拿出來切那個銀兩 沒有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覺得 比如說你說相處的不錯 那就一直這樣 那麼就一直這樣就好啦 為什麼要一定要公正 恩 為什麼一定要公正 就是結 就是結婚還是一個不太一樣啦 疑似嘛 就是 這感覺是要問他女友 還是他女朋友先 那是因為小鷗被說服啊 所以我 因為我自己也一直在想 到底結婚的這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 然後 之後呢 我沒有 我以前是完全不會想 那之後呢 是什麼東西 在我的想像中 是完全不存在 欸我知道你就是這樣子的人嘛 我們剛剛聽到他的故事 已經聽出來了 對 那 就是為什麼 那 那為什麼不試試看 就是走走看 走走看看 會走到什麼地方去 喔懂 你現在就覺得 好那我們就一起 嗯 試試看這樣 就開放式 欸好像不是開放式關係 不是開放式關係 我覺得你在民視上有很多的 開放式關係 好像是 小鷗的女朋友 請你再好好的想一想 好不好 我身為一個女性 我覺得 三思三思 呃 就是在聽的 家長跟 嗯 高中生 記得就是 書還是要念完 就是十二年國家 還是有他的 不然會有一些 基本 原來是 喔沒有 國中沒有叫開放式 對啊 不是這樣講的 開放式 就開放啦 對未來的那個 路 我自己是開放面對的 對 所以如果 我們 因為我們兩個 你們在一起多久了啊 三年了 滿三年了 三年 我們在一起兩年 嗯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 常常會被身邊的人問 就是婚姻啊 什麼這種 那如果我們詢問你的意見 你也會覺得就 就叫我們就一起試試看 這樣 對啊 除非你們有其他的考量 就是可能 就是家人啊 家人之間磨合 或是結婚之後要買房子啊 或是要生幾個小孩啊 對 除非有這些考量 那不然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看 對 那你現在 因為你快要四十歲 嗯 那你覺得愛情對你來說 現在是 怎麼樣是最重要的 因為 因為我們上一集的來賓 是Michael跟家瑜 就很年輕 嗯 大四 上一集嘛 大四嘛 大四 然後就覺得 應該是上上級啊 沒關係 沒有沒有 他就是這樣 糾正要上上級 上上級 就是我聽他們的愛情觀就是 感覺對了就約炮啊 蛤 真的啦 好開放啊 他們那個也不算愛情觀吧 他們就 約炮觀吧 可能就是他們的 他們是覺得可以玩 你去出去dating 然後之後就不聯絡沒關係 這樣子 對 對他們來說 現在啦 愛情就是要漂亮嘛 要有一些怎麼樣 就是你要讓我很怎樣 才是好的愛情 那你呢 你現在對愛情 你覺得好的愛情是怎麼樣 哇 我現在 就是超級不 不那麼刺激的 我覺得就只要兩個人 就像現在這樣子 下班回家 然後他也他也在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一起吃飯 然後晚上睡覺 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看著那個Netflix上的 間諜加加酒吧 之類的 然後 間諜加加酒 變名 變獵人啊 什麼的 然後看一看 然後睡覺 對 我覺得 舒服最重要 對 我自己喜歡這樣子 那你女朋友支持你現在的這個 喜劇的事業嗎 他喜歡喜劇嗎 他很支持啊 他很喜歡啊 他很喜歡 應該說我一開始去 open my 都是他 他會跟我來 他是你的粉絲嗎 最早是 最早是 現在不是 現在已經不是了 現在不是了 現在完全不是了 然後那最近 那有時候還會說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你以前的影片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看我一些影片 他喜歡以前的影片 對 他好像想要重溫一下 以前在鏡頭前的 所以他是喜歡喜劇的 他也很支持 他很喜歡支持 而且他會有偏好 像他會比較喜歡卡米蒂的氛圍 喔 真的啊 對對對 他會比較喜歡卡米蒂的氛圍 然後 二三 他很少跟我去二三 對 是這樣 我具體原因也說不出來 但他就是比較喜歡啊 那他就是很主管 嗯 那你現在是 等於說你 從youtube 然後回來現場喜劇 到現在 你已經開始做校訓 全台校訓嗎 做了幾場了啊 呃 金門 如果這禮拜金門成型的就是第十九 第十九 沒有 第二十場了 第二十 二十場了 欸 幹我突然間 突然間 我演到我不好演到第一場 我訪問他好累 但是沒有 演十幾二十場 真的會忘記演幾場吧 可是你們開場不是都會唸嗎 對啦 沒有 現在沒唸了 唸什麼 唸所有的啊 就是陳大天會說 這是我們 陳大天會說 這是我們的第六場 然後什麼什麼的 他大概到第十五場之後就放進去 對啊 就不再唸了 所以將近二十場 然後你下個月開始又有自己的專場 對 沒錯 那你現在等於是你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 現場喜劇啊 你未來是要繼續這樣嗎 我希望啦 但我自己也是蠻開放的 就是我不一定要繼續做目前 也許可以做幕後 我也覺得都可以 幕後要做什麼 你要當寫手啊 寫手或是製作啊 寫手我自己個性可能不太適合 因為我是那種就是 就是會很容易就放 寫一寫就放棄的 你也很容易想放棄 你做什麼都會失敗嗎 哈哈哈哈哈哈 你很欠強啊 你適合當一個不工作的人 你應該說 哈哈哈哈 我很適合當一個 對 我好像就只是單純不想工作 對 因為目前 但目前也是要寫啊 幕後也是要寫啊 應該說我不太擅長幫別人寫段子 要有幫一個單位或是 我知道 因為他在目前如果寫不出 他自己沒辦法上台 但他如果寫不出來 別人沒辦法上台 那沒關係 哈哈哈哈 他只是個性很差而已 算了吧 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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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說 我自己很喜歡 喜劇現場喜劇表演 但你也很難講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嗎 對啦也是啦 對啦 那如果是開放式思考 我還是希望就是 盡量做跟喜劇相關的工作 那可能製作吧 像以前在咖啡D做行政之類的 也不錯 就是喜劇相關的 其實你都願意是不是 對對對 那你現在專場票 壓力會很大嗎 超大的啊 超大的 你應該粉絲蠻多的吧 因為你很清晰啊 其實以那個數字 因為我現在是賣 北中南嘛 加起來800張 現在應該已經破400了 就是破五成 破五成 其實以那個數字人 才沒賣幾天啊 算已經超出我預期了吧 對啊 已經算超出我預期了 但就是你會有個壓力 你就會想說 我也不知道 就專場前 你會想東想西 一定壓力很大嗎 對對對 想說那我的內容 這是真的強度夠嗎 還是什麼 然後我的觀眾如果沒做完 怎麼辦啊 什麼什麼 就一直想說 那怎麼辦 因為我知道你不喝酒 你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來排解一下 哇 這個男人就懂了 對吧 什麼啊 什麼啊 沒有 我們這裡有 我們這裡有Pornhub折扣嘛 進入業配環境 就盡量還是維持正常的 就跟之前一樣的做時間 運動嘛 運動嘛 然後早睡早起 我覺得很重要 欸對我感覺做這種就是你 越有一個大的這個表演的時候 好像越需要有規律的這個生活 而且你好像更需要運動跟 一些可能早睡早起 對對對 然後飲食 然後在這個 才可以在那個狀態上 嗯 的感覺 嗯 沒錯 其實我很佩服 賣這麼多票的人欸 因為像賀龍也是賣很多票 3000 他已經賣超過了 3000以上 對 然後像我們做業務 去brief一個案子 可能 嗯 金額大一點 人多一點 就已經 可能都睡不著了 就覺得壓力很大 嗯 何光是你們自己要扛那個票 票房 然後當天又要表演 又要讓那麼多人笑 我覺得其實 還有內容 對 重點還是 壓力很大 然後你要端出那麼好的作品 因為這麼多人來看 對啊 所以我都很好奇 你們怎麼排解壓力 他說 上網這Podcast 壓力更大了 而且我超認真 問他怎麼排解壓力 他竟然跟我說 嗯 他怎麼知道 他就很認真回答你啊 對啊 就真的 對啊 可是你也沒辦法 瘋狂看那一片會排壓力 我也不用瘋狂啦 一天也是一次OK啦 對啊 一天大家看一小時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對啊 一小時太久了吧 因為他會有進入聖人模式嘛 對對對 所以有時候你在那邊心思 雖然沒關係 不舒服 你現在是要講很細節嗎 對 你就是 你不如在那邊 煩來煩去 你不如先去解決 然後你後面的那個 兩三個小時 你就會很驚醒 你就覺得不要浪費時間 搞有的沒的 助你賺場 孫力 我們會去看你 哦 謝謝 那你現在是 哪一區的票賣的最好 台北 我反而台中賣完了 台中 還是因為那邊比較少 張 一百張吧 就群島啊 台中群島 然後全部賣完了 賣完 現在要再加開一個下午場 壓力會變更大 對 下午場目前只賣了一張 好歇耶 只是賣了一張 為什麼要假狗了 什麼 怪蘇熊 蘇熊 為什麼要加場 你是想要知道 魚數是多少是不是 下午場就可以慢慢試 其實根本已經整齒了 好啦 我覺得你鑽場一定會順利 因為你在校群的表演 也很Q啊 學生都很喜歡他的表演 對啊 小歐跟一開始差蠻多的 對啊 一開始他就會說 什麼啦 江北什麼啦 什麼啦 小歐常常講這個 我現在還是會啊 對啊 現在語氣聽起來比較多 欸什麼啦 對對對 比較很自信的 對對對 然後後來段子就是很乾脆 對對對 可能我一開始看小歐有時候 講一講 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真的 然後就在那邊傻笑 然後後來就是看他 就是段子應該是校群的段子 但我看應該不是校群的長 但就是表演就是十幾分鐘 是蠻扎實的 對 就很知道自己下一段是什麼 對 的那種節奏 而且很穩 他現在很穩 嗯 因為其實校群真的很難講 校群 大禮堂 就每一場場地都不一樣 對 然後他們三個真的 因為我跟他們兩場 嗯 哇 他們三個一定 再回到小場地 一定是殺爆 嗯 因為在那樣的環境 他們都可以 弄出很多笑聲 嗯 那校群場子 最難做的一些因素有什麼啊 比如說燈光 麥克風還是 絕對是 我覺得是 就是場地 就是場地聲音 因為像 欸 最近一次淡江吧 淡江禮堂 就是 你完全聽不到後排 就它的燈光 就只照到中間 學生轟動中心吧 對對對 因為他是淡江的 我是淡江的 對對 欸 應該是 反正就是燈光 只照到中間 然後後面 完全看不到他們的臉 然後你的聲音 你好像只聽到第一排 會散掉吧 因為蠻大的 對 他又挑高很高 就完全不知道後面 能到有沒有笑 啊 那個其實很慌欸 有一點講完 然後想說 欸沒笑聲 對對 有時候就 講說 欸 要不要等 不等好 直接講 然後後來等一下 欸 突然就聽到後面有笑聲傳來 欸 怎麼會這樣 就是 對對對 就是會 在台上 節奏會有一點亂掉 對不對 也會有一點 會一直在台上思考這些東西 嗯 你那時候不是要去校訓嗎 哦 對啊 後來好像 啊 時間湊不上 因為我們都很想 去當你們的開場嘉賓啊 哦 就是可以跟你們三個一起演出 就是 覺得非常的榮耀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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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前面都沒有講你的好話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夏丁學生跟小歐一起演 演 謝謝學人 我現在要捧一下 我要捧一下 但 但真的 因為我們也被砍掉超多長了 我們現在有 大概 我們大概少10場 因為就是 是疫情嗎 疫情呢 就是 從 上個月之後吧 就是什麼 學校遠距上課 一下掉10場 有些是延到下學期 但下學期那些可能 也沒有下文 因為學生會都換人了 哦 所以就不知道怎麼樣 對 那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還是可以把它全部跑完 嗯 那你們三個現在感情很好嗎 你跟陳大天 還有陳建平 算不錯啦 但就是好像 也就是會在車上就聊天啊 因為我們很常是大天開車 車上會亂聊天 然後 私底下也不錯吧 不走啦 不走啦 但就還沒有到 就是會約出 但我本來就不太會約人出來 約朋友出來聊天什麼的 對對 那就是相處起來蠻融洽 我覺得 兩個都是很有趣的人 對 他們兩個超有趣 嗯嗯 那 小說 那個我還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 就是 我最近在看那個 早鐘獎 我很晚 就是我沒有在大家那個時間上 我最近在看 然後我就去 查了一下資料 發現 你們第一屆是 內部自己辦 對 他最早是 我們的 影片企劃 嗯 就是我們 想要辦一個 就寫你嘛 寫你 做一個大型的頒獎典禮 嗯 然後找來一堆有知名YouTuber 可是我們在台上 就是 每一個最後的大獎 都頒給我們自己的影片 哦 有點 有點 半搞笑的 半搞笑 但第一屆辦完之後就是 反應很好 因為大家來參加YouTuber 大家其實都 蠻開心的 嗯 就感覺說 有一個這個獎項 雖然他們上台的時候 邰哥那時候 邰哥那時候上台吐槽 說 我以為這個獎是認真的 結果是 你們自肥啊 怎麼認真 第一屆就找到邰哥來了 木曜室對對對那時候 然後就 後來第二屆就想說 就真的認真辦 第二屆之後 我記得後來的那個美術都還蠻猛的 他們第三屆就辦到TICC 哦 場地超級大 第三屆 你就今年嘛 啊今年是第三屆嗎 今年第三屆 但沒有到T 還不確定 還不確定 那我上網寫 他是寫TICC 還是 那你們最近的那個 是不在哪裡 我們 欸 等一下 這段剪掉 我突然間發現是在TICC 沒有錯 我自己 哈哈 我就說我的狀況看不見TICC 我不會剪掉 小娅就是這種人 小娅就是這種人 小娅的女朋友 我忘光了 突然在什麼 我忘光了 沒關係 在哪裡 在台皮 台皮工廠 第二屆好像在什麼南海會議廳 對對對 然後第三屆在TICC 對對對 那你們是怎麼 一路這樣茁壯 你們會很感動嗎 會啊 會啊 其實真的就是 可能第一屆 還有就是我們二稿嘛 然後第二屆 認真的就覺得 找到一個很大的場地 然後 就是有這麼多人 願意一些支持 然後一起參與 嗯 然後第三屆 第三屆比較可惜的是就是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現場 沒有辦法 再多有觀眾 那時候很想 希望台上台下的全部做滿了 但沒有機會 嗯 就是連續辦三屆會覺得 好像真的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對啊 對對對 而且我那時候看你們其實是希望 可能是 你們有拿那個補助嗎 對不對 文化部第三屆 第三屆 這個也剪掉 這個也剪掉 補技也剪 我不確定 好 沒關係 這個也剪掉 好 等一下 這要剪掉 對啊 因為補助 我忘記是不是文化部的補助 其實我不確定有沒有補助 我有點忘記 你是 好吧 沒關係沒關係 我自己知道在哪裡 我繼續問 我繼續問 好 你繼續問 你知道 我知道 就是我上那個維基百科的時候 然後看是 你們希望是跟金鐘 金馬這種類似的典禮的方向嗎 然後我自己看 我有一個 很大的感受就是 看金馬 金鐘的時候 其實他們 做的 比如說 演員啊 他們其實互動沒那麼頻繁 但是我看 走鐘講的時候 每個YouTuber感情都好像很好欸 我覺得就是 只是一個辦了二三十年 然後一個是剛開始起步的 然後YouTuber又是比較 就是年輕啦 年輕的媒體 然後大家會比較開心 但 我覺得金馬金鐘那個氛圍 又完全不一樣 好像比較隆重是不是 對對對 那感覺就是已經辦太久了 然後他就是一個 全世界的盛世 全亞洲的盛世 然後會去參加的人 都是正經為座 對 我是想說在上面講笑話 到底有什麼感覺 你不是有表演嗎 可是我覺得走鐘講 我演得很爛啊 但我覺得那個 你是演什麼 走鐘講 走鐘講我三屆都有上台 第一屆是跟菜哥吧 第二屆是我自己單口 第三屆是跟馬西漫才 對對對 效果都不好喔 其實現場還是有效啦 可是我自己覺得 還好 我覺得都還沒有到 那還是第四屆你就不要上台啦 欸 有 我也是覺得好像不需要 我自己覺得不用了吧 應該這樣呱吉講講看 我想看呱吉在台上講多好笑 我覺得像那種金馬獎就更難欸 我就很佩服那種美國奧斯卡 就是會有那個host上去講笑話 那種 然後講什麼都可以 像什麼Ricky Javets 發音正確嗎 Ricky Javets Ricky Javets 我也不知道 Curlis Rock 就是那種會一直冒犯 大家都接受 就台灣好像 也沒有大家都接受 Ricky Javets Ricky Javets 你被打臉了嗎 Ricky Javets 被打臉了 Ricky Javets 但他們的文化就是 對啊 每次有每次諷刺的那個 比較 口味比較是那樣的啦 金馬金鐘的好像 開完以後也不會開那麼大吧 對 對啊 對啊 我確診了 沒有 欸你確診過了嗎 沒有還沒有 但我 欸欸不要擔心 還沒有 還沒還沒 今天之後不一定 欸你是不是要閉關啊 因為不然你專場怎麼辦 對啊 因為像我知道 很多人專場之前 就是被關起來啊 要不然你全部取消 那就完蛋了 對啊 賀瓏那時候就超怕的啊 賀瓏那時候辦專場前 那超害怕 我還是你就是 乾脆這樣好了 你就是賣 你賣兩邊 嗯 賣一群 就是專門是確診的 然後 然後 確診就可以來看你 因為你也確診 確診者專場 對 然後賣比較便宜 那如果真的確診 你們就可以來看 然後一張票就一百塊 一百塊這樣 對 為什麼還比較便宜 我票價都要一樣 不能有差別代理 因為他先付一百塊 但是如果你沒確診 他就沒看到 對 先買先賣 買保險 買保險這種感覺 那你現在就是 專場做完 然後你也決定要 你就感覺就是 希望一直做跟喜劇相關 你有沒有一個 最大的一個里程碑 覺得我一定要 做到什麼程度 還是我要怎樣怎樣 你有那種 嗯 感覺他的歌詞 好像是不太會有這種 報復的歌 我想要 沒有主持人 沒有主持人 之前問完之後有點懷疑 一般都會說 你想必應該想要站上 小巨蛋吧 我感覺你不會 然後我的主持人 我還沒回答 我都還沒講 應該是 應該是主持人問 然後他說 你是不是想說 在台灣有一個 說我想要去 什麼 就是美國發展 怎樣怎樣 我想要在什麼 美國歌劇業什麼 不要 說天啊 原來你夢想那麼大 沒有 然後講一講 你應該就是 頂多 紅樓百里半差不多吧 這樣 不是 因為我在寫這個 仿綱的時候呢 我想 因為我還沒有聽過 小王那些 跟媽媽冷戰 然後中美式的故事 我覺得我對他內心還是 還有一點期待 還有一點期待 可是我剛剛在問出口 這個問題的時候 已經答了四折三折 他可能答不出來 那我不想令他難堪 OK 好 來 所以就先把他 把他嗓子弄爛啦 那你就比較好嗎 那你講 不好意思 算我失禮 你講得出來 我就會跟你道歉 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 我這個不是 不是很 實質性的 我想要辦一個 就是我自己會滿意的表演 就是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不滿意 所以你自己爽就好了 不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屌的表演 場地是什麼不重要 我覺得就要在二三 或是在卡米蒂都可以 那你可能 在今年的專場 你弄出來一個很屌 你就退休嗎 還是 可能不會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真的覺得很屌的演出 就是真的 我覺得 哇 這個表演 就是 你還沒有滿足 你自己心裡面的 那你在那裡心中有嗎 有一個理想型的 就是這個 定超級特別 但我不確定 到底會不會有人看 但是我覺得 實驗性質很高 這是我想要的東西 你心裡有一個這樣的 有沒有什麼想做的 其實很模糊 對啊 是一個模糊 對對對 因為這個其實 我講出來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 幾乎不可能達到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你真的理想是什麼 哦 但你想要做一個 很那個 就是沒有自我實現 它可能不像有一些人 像我們 可能有一些人 是覺得 什麼場地 或者幾百個人來看 我 我就覺得 我達成一個很久了 但是我可以理解小鷲啊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有這樣的 的想法 但那其實就是一個 很 幾乎 就是一個 就是要一直追求 對對對 因為到了會再上去 它等於是 你必須要一直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可能永遠 都不會到你自己想要 嗯 我說我們 這應該就是 差不多類似這樣想吧 但其實我覺得小鷲 很不容易 唉 什麼 什麼斷點 唉 很不容易 你也很不容易 然後講出來就馬上 自打嘴巴是怎樣啦 它好像很容易放棄 但是它對於 做表演 其實這件事情 它是 完全沒有這個念頭 你說它整個是 不會放棄 只是它有一些小事情 它會放棄 所以我剛剛要說 比如說方便寫段子 就可能放棄 對啊 我覺得你比較像完美主義吧 會嗎 就是 不會 沒有啊 沒有啊 隨便給我放棄給 你講你講你講 就是藝術家個性啊 就是你會希望 就是成品是一個 就是 最完美的樣子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精神啊 就是你真的說要做表演 你就這樣子一路做 對啊 你也不會說有些人覺得 啊 算了 我還是找份 可能 網路行銷或是什麼 就是可能跟新媒體 或什麼有關係的或 或是跟新媒體 我覺得我應該受不了 就是 上班族的生活 我自己 我做辦的時候 上班族也受不了你 哈哈哈哈 我們彼此保持距離 你離我們兩個遠一點 我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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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超慘的吧 對啊 整天不去公司 那類的 所以做表演剛好適合你啦 對不對 彈性 你現在都不用 準時進公司 還是什麼的 都沒有 那你一天大概 是過什麼樣的生活啊 一天喔 自由 你算自由業嗎 我算 他算是 他其實是上班族欸 我只要就是公司有發 那個表演 我就要去 但我不用 就是照著辦 你不用打卡幹嘛的 不用打卡 然後 對對對 以前還要幫忙剪片 現在就是也都不用 所以你現在的工作算是 他有 就是 影片要拍 那你要去裡面演的角色 你就 對對對 才去 對對對 那剩下時間你 他沒有叫你要做其他的 你就是主要是 演員 對對對 那我重心就基本上就放在 就可能是喜劇表演 現場喜劇這樣子 動動動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一天嗎 你大概幾點起床 還是都是下午 下午三點 然後起床之後發現 還可以再睡一下 再睡一下 再睡一下 其實我覺得就是 其實我是很 我們是比較 世俗的人 嗯 就是可能我們就是九點要上班 然後怎樣下班 然後怎樣 就是我們生活生活 對啊 說真的 我們就是 大家懂 大家差不多 下班約一下 下班約一下 可是像自由接案子 或是怎麼樣 就比較不在我的認知 讓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我是真的好奇的問 那我講一個 我就是最 就是最理想型的一天啊 就是真的有發生過 但可能為期不長 就有一段時間會這樣子 好 這個占幾 幾% 大概 最近這一年 一% 最近這一年 好你先講一個有形象的 你先講 你再有形象 反正我就是早上起來 因為我跟我女友 一起住嘛 然後起來 我就送他去上班 我買個早餐 然後回家 然後就開始寫段子 謝謝謝謝 工作大概 大概是 那個時候大概是幾點 大概 他早上班主 早上 9點 他 我回家的時候9點半 ok 對對對 然後9點半 然後開始工作段子 工作可能一小時 或是兩小時 然後寫一寫 寫一寫 然後我就 寫完 我覺得差不多了 然後就去健身房 健身房 握腿啊 深蹲啊 蹲一蹲 下午去公司 看要拍片還是幹嘛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去那邊 打會一下 然後晚上 開始出現了出現了 打會 打會一下 然後晚上 就是六七點 時間差不多 去OpenMine 大概是這樣子 或是其他表演 那我們想聽 不理想的一天 不理想的一天 不小心就會變成怎麼樣 不理想的就是我 送我女友去上班 然後我去買個早餐 回來吃一吃 然後打開電腦 想不出來 睡一下 然後關掉 回去睡 沒有 或者是我就打開 去健身房 練練 然後回來 打開來 還是想不出來 睡一下 繼續睡一下 然後睡到大概下午 如果沒有拍片的話 就一路 再躺一躺 躺一躺 然後 好像也太廢了 然後我去外面晃晃 我就去外面晒晒步 走走 然後 然後晚上也沒有OpenMine 然後就回家 然後回家等我女友回來 這跟失業人什麼兩樣 哈哈哈 所以 你每天固定做的事情 是送女友去上班 跟去健身房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比較適合 是在健身房上班 好像 對你認真練 還可以賺滿多錢的 所以你每天都去運動喔 就算不是健身房 也是會盡量做一些 你會做一些運動 對對對對對 你每天送女朋友去上班 就是 在之前 因為他笑我都失去睡覺 但有時候 有時候我會想說就是 就是送他去巷口 然後到我早餐店了 我就 我準備來早餐 然後就你去拜拜 然後之前我會送到捷運展 然後現在就是 可能在早餐店就停下來 就是送到某一個地方 你就回來 你不是送他到公司 對對對 不會啦 送他 就送陪他出門一下 對對對 這樣也是真的感情很好 啊你有嗎 蛤 沒有 因為我們的公司很近嘛 蛤 我載他去公司 我都載你去公司了 不好意思啦 還被質問 而且我還沒有騎回家睡覺 我還是繼續公司上班 欸你好辛苦 不是 你這樣質疑我是怎麼樣 沒有 是這樣 來讓我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我們 從我們家到公司的方向 是一樣的 那如果他也要去公司 他就會順便在我去 那如果他沒有要去公司 那就我自己搭捷運 嗯嗯嗯 對吧 嗯 那我要去搭捷運的時候 你就在家等我 你也沒有送我到巷口 那小鷗都會 剛剛你剛講講 他還很羨慕的樣子 哇 對你沒有好好的 我覺得你做的比我還多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你比較辛苦 他說我沒有 每次都陪他出門 我懂 我懂 那小鷗我們跟你聊天 真的非常的愉快 已經來到這個 節目的尾聲了 那我們要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每一個來賓來 我們都有問 我知道 就是你這樣子跟我們聊下來之後 你有看好我們兩個的愛情嗎 其實這個是 這是第一個問題 但是他忘記問 他忘記問 他會問說 一開始看到我們 然後 有沒有看好我們 對啦 然後他後面都會掛號 拒死已打 拒死已告 對 我蠻看好的 老實說 可是要講原因喔 對啊 原因喔 講不出來就不看好 啊 也是可以啊 講不出來就不看好 我覺得你們相處起來蠻開心的啊 你說像剛剛那樣嗎 對啊 對啊 你說旁人看起來很開心 對啊 還有別的嗎 有覺得我們好像 兩個人在一起 看起來狼才女貌什麼之類的嗎 呃 還是會有吵架啊 那不開心的時候 都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重點是 就是就算不開心 然後就笑一笑 還是大家就還是 不開心的時候笑不出來 不開心的時候笑不出來 是誰笑的笑 你怎麼感覺事情好簡單 就處理掉的感覺 一定會有不開心的時候吧 多少啦 一定會有了 但重點就是 就是不開心之後呢 會怎麼樣 因為你還是 有些人可能不開心 就拜拜了 就撤了 對啊 那你們兩個 你跟女朋友吵架 是誰會先道歉 我通常絕對是會先失落那個 有沒有聽到王學人 你失落是道歉還是沒有 都有 就是我會看狀況 就是可能 欸這個氣氛我適合搞個笑 或是如果這個氣氛我搞笑 他會生氣 我就 ㄉ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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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 ㄧㄧㄧㄧㄧㄧㄧˋ 你知道嗎學人有學起來了嗎 有啊 有學起來了 有學起來嗎 有 那你们握个手 然后作为这一集的结尾 你要看着想要说 以后我吵架我都会示弱 以后我吵架我都会示弱 耶 为什么看着我讲 看着他讲吗 看着我干嘛 要第三方公正 你知道要公正 有些事情是要公正 你已经知道了吗 结婚也需要公正 你知道后面有一个是佩尔兰 放老婆的 我看一下身份证 我都没注意到 后面有这个东西 你以为是写错号的吗 好那我们谢谢曹晓鸥 希望你的专场顺利 拜拜